9月20号上午杭州 渝航平遥一小区的一家四楼住户 突然冒出了浓烈的交位 邻居怀疑是不是发生了火情 立即报警求助 可是当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 却发现这四楼住户家房门紧锁 那家啊 嗯 那你敲出开门去啊 他们没人在家呢 那边你敲完再敲一下 给我敲一下 因为这个住客 对话没有 辖区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时 四楼住户家中还在不断冒出白烟 但由于房门紧锁无法进入施救 情急之下 辅警方小康跑上五楼观察火情 随即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看到三楼有一个平台 我又跑到三楼 发现踩在窗户上 正好手可以够到四楼阳台上的护栏 情况紧急 方小康决定放手一搏 从三楼平台爬上四楼阳台 拆一下 拆一下 小心点 小心点 方小康奋力爬上四楼阳台 顺利进入室内 结果发现 是住户家的煤气灶烧着了 原来住户当天早上八点左右 一边烧鱼一边吃早饭 吃完早饭就锁了门外出买菜 完全忘了锅里还烧着鱼 幸好五楼住户及时发现 并报了警 没有酿成大货 民警提醒 平常出门前 一定要检查水电煤气是否关好 此外 小居住户最好和物业 或者邻居互留联系方式 确保一旦发生紧急情况 能够及时联系到 记者盛卫东编辑报道